我的秘密花园特展打破固定的展场 使整个美术馆融入展览间 俄美馆我的秘密花园展览 打破固定展场模式 将整个高美馆融入展区内 这次的那个我的秘密花园 其实整个策展上 延续俄美馆一向的一个脉络 那做了比较大的一个突破就是说 其实大家可能知道 从高美馆7月1号法轮化以来 我一直在谈要推动一个所谓新形态的美术馆 那这个新形态的美术馆 在我们的定义底下 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发挥高美馆特有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有40公顷大的一个园区 那俄美馆的部分 其实俄同美术馆一直是我们高美馆 非常受欢迎的一块 但好像跟我们的本馆其实有点分开 那我来的之后就其实就在谈说 高美馆不只是一个馆而已 它其实是一个高美馆艺术生态园区 是一个大的整合的园区的概念 那这次我的秘密花园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理想上面 我们从去年我刚来一起在讨论 大概历经八九个月的一个策展 所以呈现出来 那它最大的特色 这次有几个创新的做法 第一就是以前常来过 儿童美术馆的观众应该会记得 往往我们二楼的展览 就是分两个展间在进行 那这次我就希望说能够把整个 这样的一个关注力 用一个大的展间来呈现 那同时更重要的就是 我想大家都知道儿童美术馆一直很受欢迎 可是大部分的人就是进来之后就 待在儿童美术馆里面玩 跟欣赏这些作品 那这次的展览的企图心是很大的 是希望来到这里是扩向外面的 那这也是跟我在台美术馆跟城市的关系 其实应该是共融的走向园区的 那所以这次的展览除了第一一个刚才讲的新方向 就是说是整个楼层呈现一个主题 第二个一个创新是来到儿童美术馆的目的 是要带小朋友们到园区 所以是小小的一个展览空间 其实是范围最大的 整个40公顷的园区都在这个展览里面 本展以生命教育为主轴 从自然观察到当代艺术创作 共邀请19位艺术家作品参与展出 藉由自然中的尼泰 艺术家的想象与感官体验 结合艺术创作 提供孩子对在地环境的观察 探索与体验 十方新闻洪慧如邓振普 高雄采访报导 高雄采访报导